- 你的下一部電腦 非電腦 來行銷iPad Pro 哈囉 大家好 這是飛仙星 我是Jason 蘋果在2020年開始用一句 你的下一部電腦 非電腦 來行銷iPad Pro 接著就在各個社群媒體上引起了討論 無論這件事情會不會成真 這無疑都是非常成功的行銷手段 但在這背後也不斷的出現了質疑、挑戰 甚至是批評的聲音 無論在哪個領域你或多或少 都會聽過我這樣子的聲音 除非它有XXX 不然你不要跟我說它可以取代電腦 這些人說的也沒有錯 而我自己的實際使用經驗就是 可以 但是也不可以 畢竟電腦上面可以做很多事情 更多的時候它只是一個名詞而已 所以iPad Pro能不能取代電腦 完全取決而已 你要做什麼事情 尤其是你正準備採購一台 手機以外的裝置來協助自己 但是還在平板跟電腦之間做猶豫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先問問自己 什麼時候會想要放下手機 拿出電腦來用呢 像我自己的使用情況就會有三種 第一個當然就是軟體限制的問題 像是開發程式 使用Office 或者是剪輯影片 以及其他有可能是電腦才有的軟體 但是軟體限制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相對的 iPad上面當然有一堆軟體 特別為了觸控螢幕開發 也同樣提供了很好的體驗 甚至有些時候搭配使用Apple Pencil 可以取得跟使用電腦的時候 用觸控板、滑鼠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而第二個會讓我想要開電腦的 就是多工的同時應用 iPadOS現在提供的多工 是處於基本夠用的方向 我個人的使用情況下 如果要同時開啟很多的應用程式 完成一系列的工作 電腦的多工無疑對我是友善了一點 而iPadOS相較於Android 這麼晚才推出所謂的分割畫面 但Apple是朝著可以讓資料 再分割出來的應用程式 透過拖拉的方式 就可以交互使用的方向再發展 這在多工這件事上面 相對只是把兩個畫面同時顯示 來得稍微有異異一點點 最後一個會使用電腦的情況 就是大量輸入文字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是使用鍵盤滑鼠或者是觸控板 在跟電腦做互動 尤其是鍵盤讓習慣打字的人 有更好的手感 以及透過觸摸實體按鍵 去固定自己手的位置 肯定是可以有更舒服 以及更精確的輸入結果 從此你的眼睛 不用去盯著虛擬鍵盤的輸入位置 也可以提高你輸入文字時的效率 當然在使用行動專制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語音辨識 幫助我們輸入文字 辨識的效果其實不錯 但是很多場合我們沒有辦法一直講話 或者是環境的噪音稍微大一點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辨識效果 另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蘋果在廣告文圈上面 只要提到你的下一部電腦 非電腦 通常iPad就會隨著 童年推出的Magic Keyboard和iPad 同時出現 Apple透過這樣的廣告形象 讓大家去想起 它似乎跟我們印象中的電腦 又有幾分相似了 而iPad上面可以搭配鍵盤使用 也不是到了Magic Keyboard才有的東西 在這之前 就有相當多的周邊可以去選用 但Magic Keyboard 它透過磁吸的方式 比較不會像是其他的鍵盤產品 在做拆卸的時候 好像在拔保護殼一樣 不是那麼快速方便 也不至於讓你在純粹使用平板的模式 還要像其他的鍵盤一樣 把它收折在後面一整個抓著 重量也減輕了不少 所以搭配Magic Keyboard使用的時候 比較容易可以順應你不一樣的情境 快速的做切換 像是修圖 或者是記錄一些筆記 到一半的時候 想要查一些資料 就可以很快的把iPad 接到Magic Keyboard上面 透過鍵盤輸入的方式 提高自己搜尋資料的速度 不過這個Magic Keyboard 雖然在使用上比較方便 但是有一些缺點 你也必須去取捨 像是它就不能裝保護殼 那以及這個巧控鍵盤 雖然看起來把iPad包在中間 好像一個保護殼一樣 但稍微觀察一下 應該就可以知道 這個保護力 絕對不比一些專業的保護殼來的好 另外這個鍵盤要設計的 讓iPad能夠在特殊的角度使用 而不會傾倒 它必須也要有一定的重量 當你把鍵盤跟平板 組合在一起使用的時候 它的重量 並不會比一台鼻電還要輕多少 所以除了剛剛提到的 軟體的限制 就是比較複雜的多工 還有大量的文字輸入以外 iPad的確可以取代電腦 做不少事情 它也提供了 比手機還更舒適的環境 而在iPad的廣告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 Apple不斷的在筆、鍵盤 還有多工的部分 去加強宣傳 這也在輕度使用的時候 可以滿足我剛剛提到的 後面兩個需求 尤其是在打字的部分 像你如果是文字編輯工作者 或者是客服 或者是業務 你可以在你有靈感的時候 先用手機做一些紀錄 或者是趕快簡短的回覆客戶的問題 在你回到家 或者是到辦公地點的時候 再對剛剛的想法及靈感做一些擴充 或者是這個時候 再跟客戶做一些深度的對談 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長時間的文字輸入 能夠有個鍵盤提供你打字 相信效率會好一點 整個過程也應該會舒適不少 而這些使用者 同樣也在使用他們所謂的電腦 他們才不在乎有沒有Terminal 或者是能不能Build Xcode 而這台電腦 用起來就跟他們的手機 一模一樣 再熟悉不過了 像這樣子的族群呢 我有理由相信 他的下一台電腦 不一定是電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